嗨 大家好 很久没有做更新了 从今天开始 叔叔吃米频道正式更名为 新加坡生活频道 还记得我的小伙伴请关注我 很久没有去巴沙了 今天呢 去逛一逛 想给大家做一个关于臭豆的视频 臭豆是东南亚的一种美食 它的价格稍微贵一点点 好 这是新鲜的 臭豆没有剥开的 这样三根 一共是新币三元 普通的蔬菜一般是两元左右 它这样撕是撕不开的 必须用剪刀剪 它的皮很硬 必须把外面的皮剥掉 剥掉之后呢 里面还有一层小小的皮 都需要剥掉 剥完之后呢 是翠绿翠绿的 这种臭豆呢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 它有洗肾功能 是一种很神奇的蔬菜 吃过臭豆的人都知道 吃过它以后 小便的时候 会有一股臭的味道 它能够把你的肾里面的 毒洗掉 所以非常神奇 所以这种蔬菜很贵 这样两条三条的话 大概就能剥出少半盘 抽豆很难吧 浪费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好 剥开之后 这样整整一粒的豆子 其实还必须要把它分开 像这样 为什么要分开 请接着看 就是这种大大的 肉肉的虫子会在里面 今天很幸运 只有一颗里面有虫 所以你想想 如果不去分开它的话 你会吃掉多少虫 好 都分好了 看 样子很漂亮 今天就是用简单的做法 老干妈 放在锅里炒 之后把豆子放进去 不用加盐 不用加任何足料 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最简便的做法 这种做法 来源于马来西亚的 用酸巴做的 我只是换了个调料酱 先说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放辣的炒这种豆子才好吃 当然了 你可以试试 先不放辣椒的情况下 你尝一下你就知道了 是一种非常苦 非常色的味道 所以必须加上辣椒之后呢 能改变它的口味 吃起来会更好吃一些 好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也都去试一试 这种神奇的豆子 感谢大家